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心见诚 你有你讲 欢迎大家收看 联花卫视现场直播互动节目澳门开港 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 林宇涛 我们今天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防范登革热的问题 看一些新闻资料 在3月8日澳门也证实了一例 输入性登革热的个案 已经是今年第三宗的输入性登革热的个案 究竟今年的防范登革热的疫情工作会是怎样 或者我们预测的登革热的疫情情况是怎样 会不会是一个高危的情况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现场嘉宾 与我们一起探讨 请到包括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防制 疾病监测报协条原谅的好医生 梁医生你好 你好 也请到街中黑沙环社区服务中心 主任谭文健先生 文健你好 你好 我们两位嘉宾就与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怎样去防范一些登革热的疫情 以及我们究竟应该要做好一些什么 自己的预防措施 包括如何勤清积水 各方面的问题 欢迎观众朋友 打进来与我们互动交流发表你的意见 我们的电话是2878-9192 2878-9192 或者是中国营光幕上的网址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 或者是Facebook专业平台 与我们互动交流发表你的意见 先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体育局深任副局长林莲娇 与湖门格林批置大裁斥 及大认体育活动厅厅长李思琳的宣誓就职议式 在体育局举行 由局长潘婉权主持 林莲娇就职后表示 将会根据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做好工作 他的首要工作是澳门大裁斥和公共体育设施网络 由于今年的大裁斥 柯林批置电单车车车车特有第50届 将计划邀请一些优秀隔电车手来我参加 有信心将今季材事办好 交通事务局即日起 以按标方式开头250个八年期的的士牌照 每个抵价20万元 重标者上书缴纳 重标价10%的任花税 指标日期为4月14日下午6点钟 将于4月17日上午10点开标 澳门约捷人士服务协会 举行2016年买期筹款活动记者招待会 今年协会得到社工局的支持 将于3月19日下午和3月20日全日 进行一年一度的买期筹款活动 筹目2016年度经费 这次活动得到澳门各大中学、小学 澳门义务工作者协会 超过800多名义工的协助 届时会有着着校服和义工服的学生和义工 首持任有本会申明会晰的期待 向市民卖旗 希望港带市民养若捐款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我们今天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如何防范登革热的疫情 根据政府公布 3月8日政府证实了一宗输入性的登革热病例 这应该是澳门居民去了印尼 怀疑在外面感染 暂时至今应该领取了3例输入性的登革热病例 其实也想和梁佳先生探讨一下 其实登革热病例每年都可能有些不同 因为跟天气的变化 包括我们的周边维生环境也有关 过去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玫瑰瘦 比较大规模的一些本地性感染 我想也是我们之后加大了一个防范登革热的力度 其实我没有记错前几年都有个别的一些本地感染的个案 其实今年疫情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有什么要注意 其实包括这一例的病例 现在病人控制是否都是控制着 其实没有去扩杀其他方面的呢 其实今年到现在只是3月初 已经有3例的输入个案 跟往年比起来其实相对是早了 我们看看去年2015年 全年我们都是有3例的输入个案 即是首三个月就 是的 已经络得了 其实是早了出现 这个病例 无论是出现了3个病例 还是刚刚是3月8日发生的病例 3个病例全部都康复出院了 他们都没有任何的病发症出现 但是其实现在看回这3例的病例 其中一例可能是印尼 其他2例的输入情况 看回新闻 台湾前一段时间都出现了一个登革热的疫情 其实现在在哪方面我们尤其去外游的时候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梁医生 其实只要有百民移民的地方 其实就是有机会禁染登革热的了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百民移民 或者埃及移民的流行 好像我们说的远一点南美洲 但是说近一点 其实我们港澳人士最喜欢去的旅游地方 东南亚所有国家 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 我们在轮延的台湾 其实这些地方全部都是 登革热在他们当地都是一个本土病来的 就是风土病 只要我们去到那里 如果没有做好防稳措施的话 那就容易感染登革热的了 所以其实我们去这些地方 可能都要学一些我们平时卫生局 包括我们在电视上常常宣传的 要穿浅色的长袖衣 茶蚊怕水 各方面都要做防稳措施 去减少我们的感染机会 但是从整体来看 今次疫情三例输入的病例 头三个月就已经等到去年全年了 其实我们现在有什么 可能真的要应对措施 以及会不会今年的风险真是比较高 包括天气各方面的变化呢 主要我们现在是看到早了出现 但是天气方面仍然要看回后续的情况 现在我们看到 正如你所说 台湾已经是风土病了 全年都有 只要我们澳门如果白文医荫的密度控制得不好 市民感染了之后 回来全部的风险是存在的 但是无论如何 只要我们市民去到这些东南亚的地方 其实全年无论任何季节 我们澳门的冬天 去到它是很温暖的 这个风险一直都有机会感染的 所以市民只要你去到外游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有风土病是灯架热的话 任何时间你都要做好这个防稳措施 包括刚才说了 最好可以穿浅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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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皮肤外老的地方有蚊帕水 现在住宿一般都可以住到有冷气 就算没有冷气 你去一些稍微落后的地方都有蚊帖等等 一定要做好这些措施 回来之后如果不舒服 真的要告诉医生你去过这些地方的旅行 医生就会把你的旅游市和你的病症 建立一个联系 那就早些证断了 梁医生虽然说了很多次 不如也重复跟观众说一下 其实登革热的疫情是怎样的 因为万一我真的去到一些地方 万一我可能真的被蚊咬到 真的回来之后 有什么病症 我们要注意是可能 登革热跟医生说清楚 或者我们自己要留意一下 登革热我们读书的时候 最容易最清楚的 登革热叫发热三痛一出陈 发谷烧 高烧来的 38-39度 三痛就头痛 颜框痛 还有关节痛 三痛 一出陈就皮肤会出现红疹 当然这几种症状的出现 会有先后的次序不同的 每一下子五种情况出现了 但是当你里面 已经出现了两三种的时候 然后你去过东南亚旅游 那你要留意 有没有做好防稳措施 其实有机会 尤其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即时去作出一些治疗和隔离的时候 就减少了感染周围 身边的家人的机会 做好防稳 就是你如果感染了之后 你做好防稳措施 避免通过蚊传播这个病 就可以保护到家里周围的人 保护回社区 尤其是避免了本地爆发的一个情况 没错 所以就说几方面 第一就有预防的意识 第二可能就真的 去到一些地方 要做好一些防稳措施 另外我们回来都要小心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尽早求医 这个是最重要的 大家记住 发热三痛一出陈 大家 这个不是我们普通读师 经过读医科的时候 梁医生是记住的 但是也想请教谭先生 其实现在看上去 澳门一些蚊的黑点多不多 其实如果我们身处北区 其实北区来说 蚊还的地方 近几年来 随着政府的一些措施 以及一些宣传 其实是改善了很多的 但是除了蚊还之外 发生黑点也不少 其实众所周知 北区来说 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 一些如黑沙门区 和游汉区 这些旧式住宅比较多的地方 很多的大厦 都已经三四十年了 这些地方 一个特征就是 叫做三毛大厦 没有管委会 没有管理员 还有没有清洁人员 这些地方 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那些人 一公共 就是他们的 环境卫生意识 比较薄弱的时候 他们就乱扔垃圾 有些天井 或者一些公共地方 堆积垃圾在这里 因为这些是属于一个私人空间 政府部门 也没有办法 进入这些地方去做处理 如果他们的 环境意识薄弱的时候 一旦 爆发疫情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个 蚊环的情况发生 所以其实 我都见到 可能有些心理影响 如果地方很骯髒的话 大家可能 有个 前面识 扔多垃圾 那个地方 就会堆积很多垃圾 甚至有些污水 所以 这些私人地方 或者三毛大厦里面的 公共地方 其实都是一个 比较严重的问题 但我想请教一下 其实 譬如你们街众 有没有去调查一下 包括卫生黑点 各方面的情况 其实有没有一些建议 意外给大家 其实在稍作之前 我们街坊还会属下 一些北区的死亡中心 都做了一份 调查报告 也是反映给民政总署 是将一些 北区一些 其实 过往都会有发生 卫生黑点的情况 的地点 拍摄了一些 相片 就交给民政总署 甚至乎松口部门去处理 其实 在报告里面 问题发生的 主要集中是一些 垃圾房 外围 垃圾堆積 商会棄置一些 垃圾坝 占行人路 甚至乎有些 存在一些建筑废料的堆積 甚至乎地盘積税的问题 是的 其实造成这些隐患的原因 往往都是一个公民意识 是有关系的 是的 但是除此之外 其实政府在这一方面 因为其实我们都收到一些街坊的一个 就是一个反应 就是说 他们有些时候他们不知道 垃圾的垃圾站 那个收拾时间的 有时那个垃圾车 就是垃圾拖走了那个垃圾 那个叫做 压缩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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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移走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都要做一个违法的情况 就是要垃圾垃圾 其实这方面 政府都可以做多一些功夫 或者是 在吊走的时候 加一些指示 或者做一些 就是 一些临时措施 放一些临时垃圾档 让他们可以垃圾 那就会减轻 您说出一个问题所在 其实我想都是管理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也是中区的 其实我也看到 我们那些都是一样要吊走 但是其实在吊走的过程 当中 其实我看到 周边那几个是有专门的人员 会在现场处守的 也会指示居民 怎样拜好垃圾 因为理论上 我们与垃圾都要把垃圾做的 所以其实我们那边 就有人员在做 为什么 北区可能没有这些人员呢 其实我想中间真的要发现 可能是那个 人手调导 那个处理的问题 这个我想要做好一点 亦都是 帮回居民 亦都是 令到华城区卫生方便一点 但是其实 阿文也想请教一下 是不是地盘积水那里 都会比较严重 是不是都会有一些图可以给我们看看 是的 其实近期 亦都收到一些市民反映 其实他们都很担心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网下议期的一个社区 的地盘 已经是 就是因为 纵纵而恩就停工了 停工了很多年了 也是一年半载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 它是一个 大型的一个地盘 现在已经做了一个 地库 地库 可能 zoom in 会看到 它里面的积水是绿色的 证明一样东西 已经是很深的 那么这个部分 其实 如果是 在于一个 公共卫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之 一个隐瞞来的 是一个 存在很大的隐瞞 是的 因为 在这方面 如果它不及时去清理的话 如果假设 造成一个 如果爆发大型的 蚊 那个 蚊 蚊环的情况 这个可能成为一个 蚊环的位置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 如果作为政府部门的地盘 其实是不是也有 跟他们反映过 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 或者怎么样 就是他们的跟进 有没有跟进 其实经过我们反映之后 其实媒体也有做一个相关的报导 但是暂时未见到 他向媒体或者向市民 去做一个回应 如何处理 如果这个是不是 望下地盘 是望下意见的地盘 其实他们应该就是 建设发展办公室的 已经是主宅地盘 即使它可能陷于一些 官司的问题也好 其实它也应该有 责任处理这方面 我想政府部门真的要关注一下 但是也想跟梁雨昕讲一讲 譬如好像文健提到 真的有些地盘 不要管它是政府 只是私人 即是出了问题的时候 现在有什么机制去处理 其实我们卫生局 也有一个卫生監督的机制 通常我们会判断 它究竟是属于私人地盘 还是一个公家的地盘 如果是私人地盘的话 我们一般会通过一个机制 先去联络一个业权人 要求业权人去做一个处理 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 都可以成功 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地盘是属于政府的 我们就会由相关权限部门 例如你刚才说 建设发展班 或者公务局 它会双映作出跟进 所以其实梁雨昕 可能这个地盘 你们也要关注一下 如果梁雨昕 拿出来的积蓄都挺深的 而且真的有机会 有大量的蚊子 其实也想跟文健谈 其实作为街种那方面 你们对控制灯架热 去灭蚊等方面 其实你们有什么具体建议 或者方向 觉得我们政府那方面 要加强工作呢 其实在这方面政府 近年来做了很多功夫 包括每年都会进行一个 灯架热的宣传推广活动 其实在近年来 就是因为在早前 可能都在说几年前 曾经爆发过大型的 登记的问题 尤其是在北区这方面 当时政府也很关注这个问题 都做了一个 就是同民间各个社团机构 都做了一个大型的灭蚊行动 其实除了当年之外 其实每一年 都有一直进行这个宣传工作 对于市民来说 对于蚊子这件事 就是对于登记的防止工作 其实有一个显著的进步 他们都知道怎样去清除积水 怎样去 就是不会令到一些 蚊子滋生等等 其实政府可以做多一点 就是再下多一些 区内做一个宣传 其实都做得很不错 其实大家我想意识都有 不过真的很多时候 大家都比较失望 过了一段时间 或者没那么严峻的时候 大家就真的会忘记 所以梁医生也只是提提大家 其实有些什么大家在家 各方面真的要注意到自己都要做好 当然政府要做好公共的那一部分 但是自己这方面又可以怎样做呢 其实预防灯架热或者其他蚊媒的传染病 其实你不要令到它有蚊子 就最重要 怎样不可以 不会有蚊子呢 就是清除了这些资生源 讲资生源就是这些积水 无论任何地方 你家居里面也没有积水 就是这些积水 你种花的其实就是积水 你定期要清洗 遮盘 垃圾桶底的那些水 定期你要清洗 这些就是家居里面做到 另外 梁医生 我想插序 除了清洗之后 我记得宣传单商 还要拆 因为可能它会形成一些 蚊子会黏在壁里 所以有时候倒了一些水 可能蚊子还在 对 要拆 就是还要拆 那方面这些都要大家注意 不是只是倒了它就算了 没错 因为室内 室外我们要留意 就是公民意识很重要 你随手扔的垃圾 可能就在线棚里 就在这里就可能会积水 这些我们要注意 还有在户外 一些店铺要留意 例如一些废汽车胎 如果废汽车胎你放在这里 它也会积水 所有会积水的地方 它就会偶蚊 如果是废汽车胎 你一定要穿洞 这些我们就是 在生活上的细节 你要留意 做好这些其实就可以 很简单 其实你要防控其实很简单 就是清晒积水 没有资生员 就会减少蚊的资生 所以梁医生 或者我见到一些宣传单章都说了 每个星期都要做这些工作 不要说常规 对 常规都要做 或者我们先听听马克游方会 郑丽霞女士的电话 郑女士你好 你好 阿智子你好 你怎么看回登革热的情况 以及你自己的感觉 譬如好像马克游这方面 其实周边一些环境卫生 或者多不多积水 对这些问题呢 嗯 好的 其实作为马克游 我都很关注我们那个 那个有汉旧区的了 因为有汉旧区都是一个老区了 环境卫生 他就已经是 已经是 就是长期以来 都有潜在这个问题的了 但是呢 近年 我觉得呢 民主啊 和卫生部门呢 对于 以防环境卫生的那个 他们那个宣传啊各方面呢 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而且也得到了居民的认同啦 因为我们每一次下区呢 见到呢 都有成效 但是现在呢 特别现在那个 这个债卡蚊病毒呢 我们都是担心啦 尤其是 我们鄰近就是 珠海啊 香港那边 都看回呢 大陆都已经有 潜入到几中了 那我们都有个忧虑 那在这方面呢 首先政府那方面呢 都要继续加强一个宣传啊 嗯 还有呢 同时呢 就要定期呢 清理一些 公共的一些 地球 比如一些渠道那些 是的 一些卫生黑点啊 一些渠道 隐藏了一些积水 特别现在这些天气呢 也不是很大意的 嗯 以小小的呢 它就 一堂一堂这些水 就最容易惹这些蚊患了 嗯 也都是呢 我觉得呢 除了政府的加强宣传呢 我觉得个人的卫生 还有个家居 那个那个卫生呢 一定要自己要做好本身先 嗯 例如你说家里 养了一些花啊 或者有 有些其他的 任何积水的地方 有些地方 容易积水的地方 一定要勤清洗 嗯 一定要勤清洗 特别很多 现在澳门人呢 很多都养了一些宠物的 嗯 那些宠物那里呢 都会影响到一些 环境卫生 就是 大些病菌 或者野些蚊子的 我曾经见到 有些狗呢 烂了 有些猫呢 就病到烂了 真的 那些蚊子去追牠 那其实有蚊 在那些宠物那里呢 就会前面对人体了 我觉得 家 就是 自己个人的卫生 很重要 那郑女帮你自己感觉 街坊上 对家居卫生的注重程度高不高呢 家居卫生那边呢 近年呢 政府部门 多下区啊 还有呢 都加强了先前 因为我们知道的嘛 嗯 都经常帮我们合作下区先前 嗯 那居民的意识呢 都有所提高 嗯 但是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澳门呢 来了上二十几晚的大军的外奴 嗯 外奴那边呢 我觉得不要忽视了那些外奴的 是宣传方面 是啊 宣传方面了 嗯 因为毕竟他们都是来为澳门建设了嘛 但是可能他们会忽视了一个环境卫生 嗯 那么我觉得这方面呢 我们都要同政府啊 同个人 就是都要多加先前了 多加先前 使得 就是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 这样 减轻了这个病 就是蚊患那种源头 同时呢 都呼吁一下我们的闺民呢 特别现在的天气 外出呢 一定要 就是做好一个防蚊的措施啦 嗯 或者一些比较浅色啊 还有 都要带着蚊炮去旅行啊 嗯 就是防范衣美燃这件事很重要啦 明白 OK 多谢了郑女士的意见 那或者先看天气的情况 回来再和大家谈讨有关灯格热的问题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我们今天呢 就会和大家探讨一下灯格热的防范的情况 那我们呢 在WeChat 里面呢 有我们的嘉宾生态会会长何伟天先生 何先生你好 如何看今年呢 澳门的灯格热的情况 我们有些什么应该要注意的呢 嗯 我觉得呢 今年呢 除了往年有的灯格热呢 还有现在的债卡病毒啦 都是东欧煤的 也是同样由这个蚊重引起的啦 那现在我们知道啦 现在进入这个春季的尾开始啦 啊 又是到这个蚊领的一个高峰期啦 嗯 那在这方面呢 除了刚才说 方会也好 或者是居民也好 那我们的意见都是说 政府要多做蚊的工作啦 嗯 那居民在家居都要注意这个防范啦 就是大家互相配合啦 但是同时呢 我也要提醒的就是 是 特别是 现在呢 其实有我们那些坑渠啊 很多些树叶积了在这儿啊 那这些呢 都要及时清理的 因为那些呢 都是那些蚊卵的 那个蚊卵的 藏身之地 嗯 那另外呢 就 民主还有很多公园的呢 其实现在的高科技呢 就是说 他们可以将那个 太阳能的灯光 和晚上呢 他们使用一些 可以吸引一些蚊前来 就是暴蚊器啊 有一些特殊的光谱的 那在这方面呢 不知道民主是不是可以将一些 现在公园的 很多的这些的 公园灯啊 进行一些更换啦 就结合了这个暴蚊器一起呢 那就加大这个 公共区域的那个暴蚊啦 那另外呢 刚才有 方会都指出的 现在我们的外奴呢 有18万啦 那外奴所带来的这个 登革业的风险呢 其实仍然是存在的 嗯 我呢 就個人建议呢 就是卫生局呢 都要尽快去好这个 全染病大楼 因为 对于 无论你债卡也好 登革业也好 将来 就是存在这个 全染病的风险的时候 你起码有全染病大楼 可以应付得到 嗯 但是何先生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因为从澳门的环境变化的角度 其实生态的角度 会不会近年澳门的发展各方面 其实对增加蚊 这个风险高了还是低了呢 对于生态的角度来说 有很多手段来控制蚊的资生 嗯 所以这方面确实也是要注意 好的 多谢何先生的意见 我也想和两位嘉宾去谈讨一下 其实刚才何先生提到 其实我们现在 确实是需要面对很多不同的蚊 包括自然一点 如果真的我们有很自然的生态 可能蚊本身有天敌 就未必有那么多 但是现在我们在城市的环境 老实说 蚊就基本上没有天敌 除非人类、灭蚊等方面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究竟 如何去做一些工作呢 还有我想问一问梁医生 其实现在是否定期卫生局 都会就澳门整个蚊患的情况 是否去做一些调查 了解澳门的蚊的数量 以及整体的防止成效 可不可以介绍这方面 究竟在做什么工作呢 其实澳门每个月 在我们全澳门所有的地方 相隔两百米 我们都放了一些监测的仪器 我们每个月都知道 全澳门的油蚊残卵器的水平 那水平就显示 我们会知道 究竟这段时间 澳门蚊的活跃程度究竟是如何 我们这个监测做了相当多年 有上十年 其实可以看到澳门有一个规律 每年四月开始 我们澳门的蚊患就开始多了 去到六月就一个高峰 就一直平衡到十月 六七八九十月都是很多蚊 然后到十月才下来 这个我们过往行常都做 见到每年的水平都是这样 间中一两年轮延的地方 那个蚊患特别严重 特别严重的时候 我们蚊的水平都会有少高的情况 这个第一个监测 是每个月都做的 第二个监测 就是我们每年六月和十月 都会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去到我们居民的家里 随机抽氧 去到居民的家里 去了解一下居民的家里 有没有这些资生员 就了解一下澳门 万一出现一些个案的时候 澳门出现登介义的风险有多高 那么我们自从2001年开始做这个调查 当年2001年的时候 澳门就爆发了一个大型的登介义 是 当时市民的指数是很高的 就是叫做布市指数水平很高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现在的水平都保持着挺好的 就是比较5以下的水平 那么显示我们澳门市民的那个意识 都是慢慢地提高了 当年是多少 譬如10左右 20左右 是很高的 是一个很高的水平 现在慢慢地降到很低的水平 因为2001年那时候 有一个比较大的本地爆发 所以其实也警惕了我们 而且也真的想了解一下 其实现在看回我们那些蚊环的情况 其实我们有什么针对性的策略 包括可能一些社区宣传 在这方面是否会推动一些工作 尤其现在快到4月了 我们是否在登介义蚊 各方面 应该要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去推动出来 是的 其实登介义防控是卫生局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刚才一直说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策略就是清除那个资生园 这是第一个 但是第二个就是宣传推广 如何令到我们市民知道 防控这个病的一些手段要怎样 如何去清除资生园 那么我们每年都会举行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那么好像我们也会有一些啟动例 那么我们今年的啟动例 就会在我们今次来的星期六 就在右汉公园 就有一个关于债卡病毒病 和这个登介义的防控的啟动例 那么目的就是可以提醒我们市民 登介义季节又来了 那么我们又要做好这些防控措施 记住是3月19日 没错 3月19日下午 那么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一直都通过不同的群体 我们的学校 社团 我们的街坊会 包括我们那些大厦的管委会 我们都有合作的 通过不同的方式 令这个讯息都带到我们的市民那里 那么每年持续组 电台、电视台 那么我们一直在做 明白 那么也想请教谭先生 其实是不是街坊会这方面 都有一些具体的工作 包括可能港座下 各方面都会推动 嗯 其实呢 街坊会呢 就是配合政府 配合政府这个宣传政策那里 是非常之多的一个 做了很多工作的 就是我们每个社区中心 每年都会举行 就是一个清洁行动 在最近的 上个星期 都举办了一次大人的清洁行动 那就进行一个 就是宣传环境 宣传环境意识保护 甚至乎就是说 近期就是灯隔夜 就是准备进入 就是夏天 灯隔夜的问题 那我们都会进行大量的工作 也都会邀请一些义工 是进行一个 社区的一个清洁行动的 甚至乎会邀请委员会 就是一些大厦的管委会 等这些 就配合的 甚至乎就是和他们一起 派发传单等等 亦都会是做一些街站 派发一些票白税等等 让他们市民可以 可以到 就是提醒他们 就来到这个高峰期了 反而要做一些 防止工作 清洁工作 这样的 嗯 其实我也知道 确实在不同层面都有做 包括 刚才是何先生提到的 可能的坑渠呢 其实我真的 我自己在亲眼看到 上个星期 应该都是穿着 维生工制服的同事 其实他都是 逐个坑渠都会噴 我没猜错 都是炆油 因为他要浮在面上 就是去防止 坑渠上面 支撒一些炆轮 各方面 其实我也觉得 是真的有做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今年看下去 刚才医生有分析 平时都是四五六七月 才是炆的高峰 但是我们今年 也有三宗的输入性个案 其实我也觉得 我们今年 可能大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当然希望到最后 能够和他练持平 就证明大家工作有效 我们要听听观众朋友 冯先生的电话 冯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今天讲第二集 请讲 讲家居 那些积水 尽量清洁 有些地方 我们市民是做不到的 可以 空置地盘 那些污水 积聚得很厉害 雜草 也有很多奔患 资深的严重的地方 冯先生有没有具体的地方 都可以告诉我们 当然我也看到一些 但是你又可以说回 是 印象中应该是 3.5月附近 那个 你不给他 到超高楼那里 地盘空置了很久 嗯 就是东浪洋 我知道 即是你说黄都酒店再上去那里 是啊 那过渡都很久了 你们没有人不知道的 那你那些空置地盘 那些人 你不可以去清理 你们商人盘 进去 可以清理 那是否等到 爆发了之后 疫症严重 才去跟 那就可以快快快 在山顶医院附近 是不是快快 起传染病大楼 那就可以搞定了 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那你明知空置地盘 那你也不去搞 嗯 是不是知道 你家里那些 普通市民家里 可以搞的 其他那些 那些私人地方 我们普通市民 进不去搞的嘛 那你相关 有权盘的 部门应该去跟 嘛 黄先生 除了空置地盘之外 嗯 什么啊 除了空置地盘之外 你觉得还有没有 什么要关注 要推动的呢 空置地盘 现在我就说那样东西 我认为 政府特意不去搞的 培养多些蚊子 特意爆发疫情 就希望法拉脆绪搞定那个 全影病大楼 在三菱医院建 任它尼岛搞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嗯 那个全影病大楼 现在新的尼岛医院 现在搞的那里呢 嗯 其实它有没有设施 是真的可以在那里建成 全影病大楼的呢 那个是医院啊 或者是中心松心啊 还是怎样呢 嗯 你想问这些问题 OK 多谢冯先生电话 那其实冯先生 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说 是不是政府部门有定期 去寻查一些地盘 以及介入上面 如何介入一些私人地盘 据我了解呢 就是如果它出现遗争问题 应该都会有一些 处理机制啊 多谢冯先生 想介绍一下 另外就是说 就是离岛医院 究竟是在建全影病大楼是什么呢 都可以回应一下的 梁医生 或者说回空置地盘 特别是一个私人地盘 私人 属于私人的空置地盘 我们怎样做法呢 刚才说了 我们一般会通过 要求业权人去做一个处理 包括清洽里面的垃圾 但是因为空置地盘 已经存在在了 可能各种原因 官司等等原因 它可能一时三刻 不可以清理 那我们会怎样做呢 我们会将这个地方 列作为一个叫卫生黑点 这些卫生黑点 我们定期会做一个灭蚊的工作 过往我们就会每个月定期做一次 因应现在 今年的风险可能提高 摘卡病毒病 和这个登革仪的风险提高 那我们今年就将这个灭蚊的密度 由一次增加到1.5次 就是每个月 就是三个月两次 两个月三次 所以是 两个月三次 会加强 因为卫生黑点 我们在短时间内 我们无法清除这些东西 列为卫生黑点 卫生黑点有恒常的灭蚊工作 当然我们也期望 可以通过业权人 通过相应的政府部门 尽快可以将这些空置地盘 这个问题解决 那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至于刚才谭先生 冯先生 对不起 冯先生的第二个问题 我简单地说一说 其实我们来到卫生的综合体 日后也会有一个隔离的设施 当然这个可能由相关权责的同事去回应 会更加适合一些 明白 其实谭先生你怎么看 其实现在空置地盘 当然不是北区 但真的有些 比如建好一半 但各方面已经停工了 其实这些地盘 你觉得政府的处理上 情况是怎样的呢 其实有一个好的例子 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中区某一个地盘 其实都空置了一段时间 例如往下死的状况 就是它已经建了一个地库 其实如果你说 建了上面 可能几层 或者十层楼那些 那积水的问题 可能相对来说 不会太严重 因为你始终有一个大厦 如果一积水 都会显然易见到 但如果你的地库 就不知道它有多深 以及里面有多多水 那么其实 有关部门做了一个 叫做片面的政策 就是 就是投放一些 鱼类下去 去蚕蚀那些蚊蚀 这个就是生太平人 是的 这个可以叫做 一个片面的方式 来减轻做一个蚊蚀 临时手段 其实也有效的 其实也有效的 真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 可能有关业权的问题 要是打官司一段很长时间 是的 政府也没有办法 可以立刻立马地 把地盘拆走 这样才能有片面的政策 就是谁抽得就抽 抽不到就抽不到 就养几条鱼 都是一个办法 都是一个办法 明白 那或者先看看 广告的客户说话 我们回到来 会再跟大家 谈讨登革的相关议题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会和大家探索有关登革热的问题 电话里面有观众朋友余生 余生你好 余生麻烦你 关了电视可以聊天 请说 是的大家好 你好大家好 是 那回到登革热 其实政府 我觉得已经做了很多 衛生局 或者民政总署 向灭蚊工作 已经做了很多 反而就是说 有些事情 是不是我们现阶段 指民那方面 是怎样去做呢 又没有那个意识呢 我觉得可能 宣传 以来 公众的意识 始终 不是那么 强烈 就是 那个 那个危险性 那个危迫感 我觉得 不是很强烈 在社会上面 而且事实上 有些情形 我主持也很不了解 一些个案 就是说 北渠浸水 造成的污水 或者空置的地方 或者一些私人地方 垃圾的清理 那些问题是很大的 但是你政府 如何处理 其实政府处理 至于公众也要怎么去呢 说真的 有时候 民主清了垃圾 翌日又有 那这个责任 是政府责任 还是公众的责任 这些有些公众意识的问题 是的 其实这个宣传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他知道 那个危害 刚才登革尔爆发出来 那个交叉感染出来的效果 就是 医生说 更加清楚 稍后我会再请医生说说 就是一次感染 登革尔可能就是 大家出发一下 三个痛 和一个出诊 但是再次感染 不同类型的登革尔就是大件事 没错 是的 多谢支持 OK 其实也真的想请梁医生 刚才余先生问了个问题 也对 其实好像没有发热 好像债加肥毒 其实就是对小朋友的影响 但是如果你说 登革尔其实也是发烧的出口红疹 是不是没有什么大外 如果感染都不同 在营会 什么情况 一般来说 我们单纯的感染登革尔 其实也不是说没事的 其实发烧也很辛苦 发烧也很高 还有关节痛 都是维持要上映 一个星期才会痊愈 虽然对身体的危险 死亡的风险就低了 少于百分之一 但是一旦你感染完 因为登革尔有四凝 一凝二凝三凝四凝 如果你曾经感染过某一种类型 你再感染了另一种类型的话 你出现的登革出血热的风险就高了 这个登革出血热的死亡率 可以去到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五十 就在乎你什么时候遭遭 看看是否及时 风险也很高 所以其实就是 你患了一次 那也是辛苦了 不过死亡风险就相对低了 但是如果你是感染到交叉型的 其实可能有一些出血型 登革出血热 这个可能就比较严重一点 我们就要去关注了 所以这个也是不容不时 相对然 上一次跟梁医生介绍 其实债卡病的病征就可能少一点 但是又可能对胎儿有一个长期的影响 这个也是我们要关注的 或者我先听听观众朋友 还有李小姐的电话 李小姐你好 大家好 你先讲一下传染病 无论登革也好 债卡病毒也好 最近尤其是国内也看到的 很多这些传染 尤其是债卡 大陆的病法 很多时候都是由外地传入的 正正传染病 通常是在机场或者关口 如果那些人一验到的话 就在离岛医院里面 其实就是最好的 至少免得到运送的 还有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整个澳门和路 和桶仔 都是一个小区 正如吴国璋議員昨天所说 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小区 你从澳门去桶仔 其实这个车程很快 如果你说 连一架运送车都搞不定 你就不要叫市民再信你一个传染病大楼 总之就是说 政府的诚信去到哪里呢 最初又说在12层 现在昨天又说那天是10层 问他有没有环平呢 没有的 李小姐 或者我们今天重点都说回登革热 我希望政府 你经常说的一时一样 你叫人怎么信你呢 对不对 OK 多谢李小姐 李小姐 始终都是比较关注 这个传染病大楼的问题 不过我们都可以谈回 一些登革热方面的事情 其实真的都想请教谭先生 谭先生 在登革热方面 其实现在 你觉得我们应该有什么工作 能够做得好一点呢 其实今次也是有些警钟性的意识 因为我们头三个月 其实已经有三例了 其实跟去年的输入性的病例是相同的 刚才李小姐也说到 其实很多都是输入性的 其实除了机场之外 其实刮习也有可能输入的 其实我们所有口岸都确实是有机会的 这方面你怎么看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 橄观是这么多年以来 一些数据 显示本楼爆发的机率较低 其实刚才医生也说到 其实居民 市民是要反而更加多关注 就是如果他要外游的时候 要了解当地的地方 对登戒疫爆发疫情的情况是如何 如果当地的爆发疫情的情况 是相对严重的话 就要考虑是否要去到那个地方 因为登戒疫人全人的机率是没有的 主要是用蚊 必须有蚊回 所以其实如果他回到来的时候 引致到登戒疫 产生登戒疫的情况 其实对人来说是没有大的影响 但对自己来说当然有大影响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可能在个人来说 我会更加留意这里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一方面 其实社区上 刚才也说到 除了本地居民 其实澳门有很多外雇 现在澳门是一个国际白城市 不只是本地居民 也有来自不同国家地区 可能在于他们本身的国家地区 对这个文化的情况 是不太了解 但是来到澳门的时候 可能在这方面 政府给你做多一点 尤其是宣传摊登战方面 在不同的语言方面 要做多一点功夫 还有可能我们本来始终 无语是中文 例如英文 或者其他地方 可能都要培养这方面的人 去做一个宣传推广 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 有时我们是做街站宣传的时候 也有一些外国人 或者一些东南亚地区人 去拿我们的单张 有时只有中蒲相遇 对 但是有时的情况下 我们也很难完全解释 毕竟这些有些专业名词 很难完全解释给他们 如何去消除这些蚊患 或者如何去防范 因为可能我们本身地区都没有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最少可能 应该有分英文方面的语言 尽量去给我们更多 因为始终有很多不同外来的人士 虽然我们中蒲相遇是澳门的官方语言 但是除了我们一般的中蒲相遇之外 我想英文 其他的最好就是一些 可能东南亚地区 我们很多外用外故 都是来自东南亚地区 都可能有一些相关语言 其实都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的宣传推广工作 因为我看到其他包括聋工局 他们都有一些 甚至乎食安中森 我了解 我看过都是有一些少数族的语言 不如印尼语 非日宾话 都好像有一些类似的 宣言产长都应该可以做的 其实两位我想 都是想跟大家去探讨一下 其实现在整体上 似乎 登革业方面 都是在蚊患控制上 我们要去做好 其实大卡病毒 当然那个病症未必有那么重 但是我们上几集 都跟梁医生探讨过 其实那个后患都比较大 如果真的影响了下一代 所以现在看下去 我们控制好蚊梅 应该对我们这两种疾病 都是一个很重要关键的因素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 要去落实工作 例如针对一些地盘 好像养乳好 或者落蜜蚊劑 我们都要处理 但其实我们真的 整体上 我们还要有什么工作 比较好去落实 包括一些宣传 各方面的教育 梁医生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补充 其实我们都明白 刚才针对不同外固 其实我们在近几年的宣传工作里面 都有效率少数族裔 在我们预防登革业的工作小组里面 也加入了两个成员 一个是印尼的组织 一个是菲律宾的组织 也希望通过这些关键的人物 就将这些信息带回到他们的社团里面 我们希望日后都可以尽量 再抗战这个工作 但是无论如何 正如刚才说 其实做好蚊环的防控 其实可以预防很多病 除了债卡病毒病之外 登革业 还有其他我们所说的 日本脑炎或者黄烈病等等 这个病也是可以防控 其实防控工作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清除这个滋生源 我们室内的要清除 室外的尽量避免滋生出来 这个就可以做到很多 就是可以很简单地做到防控的疾病 相对于其他的传染病 可能相对这几种病 其实做好了 基本上可以比较短绝了 没错 阿文健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做好个人环境 卫生清洁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这个社区 不是你个人的 是整体性的 如果你说贪一蛇之快 等于刚才那样的 如果你说因为垃圾桶比较远 或者不是你附近 或者真的 刚好垃圾桶拿走了的时候 就把垃圾放在那个地方 而导致有一些蚊环的情况发生的话 是大家都不想见到 不是因为你个人问题 而是影响了大 是影响了整体澳门的环境 卫生的话 这个其实个个人都有责任的 其实我也想说回 其实关于 无论是登革热 或者債卡病毒都好 其实今年卫生局 真的打算去做一个 比较大型的一个规模的灭蚊 其实在具体的操作上面 包括我看一些宣传单章上面 其实如果市民有怀疑自己感染到 登革热或是宅家 其实卫生局都可以提供一些 免费的检测 去尽快去确诊这些病例 是不是都有相关的 是的 其实针对登革热 或者是宅家病毒病 其实我们已经是 对我们全澳的所有私家医生 都是开放这个免费检测的 只要你去到你的医生里 将你的旅游的情况 告诉医生 医生如果配合你的症状 考虑你怀疑你是登革热 或者是宅家病毒病 他也可以帮你进行一个免费的检测 将样本送到我们公共卫生化验所 就会做一个登革热 或者是宅家病毒病的检测 所以其实任何一个私人的医疗机构 诊所都可以做到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资讯 不需要一定要去 总之你找最近最快 能够去到的医疗机构 或者医生也好 其实就可以去提供到这个检测的服务 其实梁医生 还有没有什么关于我们 觉得居民要知道的东西 我们需要再次跟观众朋友去提醒一下 登革热说来说去也是很简单 我们其实最重要 现在我们如果港澳人士经常外游 外游做好防问 这个也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你如果外出不感染登革热 不将病毒带回来 那我们澳门出现登革热的一个 这个疫情的风险就会进一步降低了 所以外游一定要注意防蚊 就是你要在皮肤外脑的地方 用那个驱蚊剂 穿浅色衫裤 可以有冷气 有防蚊的设施休息 这个都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 特别是去东南亚地方 去台湾 但是刚才郎医生说的东南亚,南美洲,其实也是 但是债卡病毒在那里的网页也会有,明白 那文健有什么我觉得要总结,希望政府和居民要关注呢? 其实我都提及到最重要的是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识,以及公共卫生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如果大家都是不走前一步的时候,每一样东西都会产生一个毛病 包括如果是你不清好积水,不要清好积水,你不放好的垃圾,就是垃圾 不要放在一些合适的地方的话,公共卫生的问题就会自然会衍生 到时爆发了大型疫症的时候,大家都不想,澳门也是 这么久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莲花堡地,那就不是太好了 到最后,或者我都将一些卫生库资讯都说声给大家居民听 因为如果我说了,梁医生我再跟证一下 其实任何包括对一些传染病的疑问,债卡病毒,登革尔病毒的问题 其实你们是有一条热线的,应该是28700800 所以其实居民,我重复多次,28700800 其实居民有些什么的疑问,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是其中一个 也都可以亲自打电话去这个热线 其实应该可以随时查询到一些关于一些传染病各方面的资讯 我相信政府部门都做了很多的措施给大家去获取资讯 到最后都是靠大家要自己多些关注 多些去做好自己的个人的防范措施 以及做一些公共卫生的我们的一些工作 今天多谢两位嘉宾和我们探讨登革尔和大家病毒相关的议题 明天就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是否应建政府终合的办公大楼 明天再和大家过门开港 谢谢